哈囉大家好我是翔麗 歡迎繼續回來我們這個模擬殖民地 今天我們第一個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守衛塔給蓋起來 守衛塔的話需要用弓來製作 但是弓應該是要耐久度全滿的才行 所以我得花三根線 我是不是應該去安裝一個就是把牙毛變成線的模組 只是我不知道這麼新的版本裡面有沒有而已 但沒辦法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我還是自己要下去礦坑什麼的吧 也許可以找到不少蜘蛛網之類的 所以有一個全新的弓在這裡 然後這個也就兩個點下去然後拉圍一圈 於是乎守衛塔就出來了 守衛塔的話我也不知道到底範圍是總共多大 那現在就可以直接點出來來看了 好了好了已經叫你取消建築了不要跟我要什麼14個鵝卵石 行不行已經取消了啦 我這邊就直接就找一個地方來蓋吧 看看吧看看說 看看說在這裡是不是夠 雖然說我感覺是要拿來當我自己的 自己的家嗎 可是其實 塔這個東西 我剛才蓋那邊好了 對這邊還是當成自己家的範圍好了 叉叉 我還是蓋這邊好了 我這個範圍好像並不會很大 蓋這邊也許不錯吧 我覺得在這裡的話 對啊這裡感覺還蠻不錯的就這裡好了 只是就要先看一下他其他的材料的會要消耗多少東西 木頭的 很簡單很簡單很簡單 不愧是個塔而已嗎還好 守衛塔這東西 佔的範圍並不廣 而且需要的材料看起來很少 就這麼決定了 我決定就把他卡蓋在這裡了 那那裡的一樣是我的房子好了 這麼決定的 所以這個塔竟然有兩個的話呢 一個可能就蓋這邊吧 就是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吧 或者是 四個角落一個 算了算了 這邊先給他下去吧 讓這一個人有工作做對不對 那 我看一下朝向哪裡 其他朝向哪裡都沒什麼差 看來就是在這裡了 對給他蓋下去 Yes 太好了 來吧建造吧建造吧 然後我們回來看一下 他是不是會需要 跟我要什麼材料呢 這邊還是 叢林原木這一些東西的 我都已經取消了呀 我已經取消了 為什麼那邊顯示的 還是要蓋那邊的啊 這裡 真的有一點點小bug的感覺 限服指數一直在上升 而且沒有人來跟我要過那個什麼 啊那個食物 就代表說食物直接丟他們家裡面 可能真的有用 這邊 呃 這個 對啊 守衛塔 這邊也只有一個守衛塔而已 真真糟糕 先趕手動吧 真糟糕 因為這邊 已經取消建築了 但旁邊這邊顯示的 居然還是 這一個要升級的地方的 所以我可能就是先 呃 開除他 所以他又回歸到這樣的狀態了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這邊再來 對就是他 再雇用一次吧 那就變了吧 哎 怎麼還是這一個 怎麼還是這一個 不行 但是他跑去蓋那個東西了 可是這邊顯示的居然也還是 要升級這個所需要的材料 那我怎麼辦 這 這個 這個 呃 這個 等一下 那簡單應該 應該是取消他的建築嗎 這邊這邊真的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出了這樣的bug 奇怪了 這樣我就不知道說守衛塔需要的材料總共是哪一些了 幸虧他就會跟我講他需要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他需要什麼就做給他就行了 欸 現在睡覺都會出問題了是不是 因為 這怎麼搞的 為什麼現在都睡 睡不行啊 我都得重進遊戲才行 欸這怎麼搞的 我現在睡覺都會出問題了 好吧也不曉得是哪裡出問題了 反正 只要重進遊戲能夠好就行了 等一下為什麼這個 這個可可豆都已經長成熟了這麼快 然後他一直在跟我要東西嗎 所以我就給他吧 欸你人呢 欸 他不是在跟我要稿子嗎 結果他人已經不見了 他是不是還要 趕出來要走比較遠啊 有了是不是要出來了 來來了吧來了吧 欸 建築物室在這裡 礦工呢 礦工有消 礦工給我消失了 喔對喔他需要下木柵欄48個 欸沒問題啦很快的但是 喔這個終於出來了 所以他先下去然後才跟我說他沒有稿子就對了 你是先下去然後你才說沒有稿子就對了 你打從一開始沒有稿子你就應該跟我說啊對不對 算了 給他鐵鎬以及石鎬他到底會先用哪一把 不知道他會不會就是 我希望他是那個什麼就是碰到他需要就是用鐵鎬挖的時候他再用鐵鎬就好了 那他這邊他需要多少的48個橡木柵欄簡單簡單 好啦橡木柵欄都給那一個建築師之後我們可以下面下面這邊就來下來看一下他是什麼狀況好了 他應該是現在能挖的東西變多了吧 而且 整體的範圍已經變得很大之後他現在 超過超過了 所以在下面這邊是歪等於30 那要繼續再下去才能挖到鑽石啊所以 現在他這一層能挖到到底有些什麼東西啊 嗨你可以挖到什麼 看一下物品來 也還是一些鐵啊只是說可能挖的比較多了吧 所以他現在果然是用石鎬在挖 鐵鎬他還沒拿來用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先丟石鎬給他 喔 這邊是他挖的嗎 等一下 因為我自己 沒有火把 我覺得 對我自己怎麼會沒有火把的 What 太可怕了吧 我先舉一下好了 這是他挖的吧對這裡應該是他挖的 他從這邊挖過來就要往左邊右邊或者前面這樣子 那這邊只要一挖開應該會直接往下面就掉下去了吧 他現在需要70個橡木半磚喔也簡單 對蓋到一半差不多是長這樣子啦 這是 感覺起來這一個塔好像很虛弱 這一根被打斷的話整個塔就會掉下來一樣 太可怕了吧 橡木半磚喔啊這邊我也不知道他是說70個是不是這邊購嗎這邊購用嗎購用給他嗎 這邊是60個還真的還缺 滿東西就缺了嗎 這邊絕對夠了啦90多9090多個給他 這邊應該是他需要的最後的所有東西了吧塞給他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顯示的終究還是建築工地需要 升級的材料 我才發現他身上其實超亂的 他這樣真的沒關係嗎 他身上極度的亂 建築師建築工人的身上 他身上超亂的 你幹嘛進去啊 他怎麼蓋個塔之前還先去那個 別人家裡面亂搞就對了 農夫又需要一個 鋤頭啦 農夫怎麼已經需要鋤頭了 哦 他這邊收過一輪了又開始繼續種下去了太棒了 哎 似乎蓋好了 蓋好了蓋好了蓋好了太好了我們的塔 守衛塔終於是蓋好了所以有守衛了嗎 真的有守衛了嗎他應該會衝下來吧 這邊的話呢是用個半磚他比較好上上下下不然他有的時候會卡在這邊然後也不知道該怎麼上去的樣子 會卡了幾秒鐘這樣子啊 所以守衛塔也蓋完了那他會不會需要裝備呢 要需要給他一把劍之類的吧 他有跟我要嗎他也沒跟我要但是 喔因為我現在是手動的所以我們要手動來雇用對不對 雖然需要的機制以及力量但是我們新來這個村民好像 能力非常的爛啊 只能雇用他了 雖然他的能力值超爛 而且他只能不知道去哪裡了 不要等他走過來了我們直接把他叫過來就好了 過來吧 就他了 他需要一把武器 我們來看他長什麼樣子好了 還蠻像是個那麼一個樣子的嘛雖然說你 你要武器還在跟我對不對大聲小聲的 是蠻討厭的但好吧我還是給你一把武器吧 給他一把劍 那他會不會說他需要什麼 裝備啊 管他需不需要裝備我們給他一把劍 他裝備上了 可以 所以你就可以開始工作了對不對 請問你會去巡邏嗎 之類的 好像 他什麼事都不會做 啊 這邊可以 這邊好多個選項 這邊是那個 呃這個叫做什麼 守衛的一個動作在這裡 呃這邊是一個騎士喔 其實可能就拿劍了 所以會不會有弓箭手啊 如果給他弓的話 或者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人來的話 OK 所以他說這個是要我們去指定那個他的一個工作 這邊有自動 還有手動 喔 OK所以還有遊俠有騎士有遊俠 那可能遊俠是拿弓的吧 這邊是自動啊 自動就可以了吧 就讓他當一個騎士自動的 所以 去找到一個什麼巡邏的一個目標 找到一個目標啊 自動去尋找目標 我手動 給他目標嗎 這邊可以讓他去巡邏 要讓他去巡邏 讓他跟著我 原來如此 就可以去巡邏 讓他去巡邏 OK 這樣他就可以巡邏了耶 挺好的 好棒喔 那他如果需要武器的話 可能可以回來這邊拿 是不是給他一把弓 他會拿弓嗎 管他的 這個先不管 這邊這個選項是如果他的血量很低的時候呢 他會自動的去嘗試恢復啊 那就打開囉 他死了對我也不好啊 那當然是要打開啊 不能讓他掛掉吧 所以他 呃 他的巡邏入境到底是哪裡啊 不會就是你家門口到這裡而已吧 喔沒有啦 所以他自己會去 呃 他會自己去找一個範圍然後轉一圈嗎 好像是耶 看起來他就是這樣子轉了一圈 他還是說他會每一個 每一個建築物他都去巡一遍嗎 他剛剛到這邊來了 然後又回來了 他果然回家了 喔他去那個啦 檢查家裡面那個方塊吧 那看來他又 他又 又回來這邊了 什麼鬼 什麼鬼他到底是想怎樣 為什麼我不太懂你想怎樣 哈哈哈哈 他的巡邏入境好像沒有很廣啊 他又是只到這邊來嗎 還是說 等級不夠的關係啊 這等級太低了 所以他只會巡邏這一個跟這一個而已 可能要他升級吧 他升級之後就巡邏會比較大一點的範圍吧 那我們看他有多少血量 應該跟我是差不多的吧 所以就是看 所以整天晚上人全部都要回來了 那就試試看吧打怪怎麼樣的 那既然這樣的話我們叫他是不是跟著我就行了 點個Follow他是真的會跟著我嗎 好像完全不是耶 那個Follow 他去打怪了 他看到怪了 他衝了 最神奇的是怪並不會 怪一開始並不會去主動打他的 但是等一下 他太弱了吧 啊 嘿 太弱了你 打一下好了 他的攻擊力也好低喔 他快死了 你給我去恢復啊你 啊 所以我我試一下喔 我我我我給他 我把我身上的裝備如果給他的話呢 他他會穿嗎 喔有啦 他可以穿裝備的啦 好了好了我身上的裝備給你啦 我再製作一個全新的就可以了 他還是可以穿裝備 喔看來村民都可以穿裝備 血量下面看來都有一個裝備條在那邊 難道說 我不知道耶 等下也許其他村民可以試試看 那其他村民其實蠻安全的 可以不用管 那現在的話呢 還是去叫他去巡邏吧 自動去巡邏就行了 但他血量低的時候 設法恢復嘛 對不對 是的 呃這名礦工你在幹什麼 請問你在幹什麼 你是被 你是被可可豆卡住了嗎 我發現他是被可可豆卡住了 這個傢伙就要被可可豆卡住 所以沒辦法回到家 我的天 My God 我的可可豆看來要改位置放了 或者是就把這邊打掉就行了 對 他是被這個卡住了 所以這個只要打掉應該行吧 好吧所以我現在呢 其實不太敢睡覺 我怕一睡覺又被卡住了 好啦天亮啦 我還是呢 拼著老命的睡了一覺 結果我發現 我突然之間又可以睡覺 完全不知道問題是出在哪裡 反正我是可以睡覺了 當然我是有先離開遊戲 然後再進來一下 然後我發現啊 他這邊其實 就刷新了 挺好的挺好的 可是 就很奇怪 有的時候你離開遊戲 他不會刷新 有的時候你離開遊戲 他就會刷新了 那在這裡的話呢 我還是把我的這個鐵套裝給穿上了 我是覺得 真的是還蠻蠻可怕的 就是 就是 如果我沒有裝備的話 要度過晚上 那我個人覺得啊 這個塔呢 我先升級一下 我想要知道說 那個他的巡邏範圍啊 是不是有可能 我這個只要升級 然後呢 升級之後他是不是就有可能 就可以 去巡邏到這邊 或者去巡邏到那邊這樣子 這段距離感覺還是蠻長的 到這裡來的話 所以 他可能就就近 只能從這兩個這邊來而已吧 所以他需要些什麼材料 現在應該是都回復正常了吧 希望是啦 為什麼會需要這麼多的按鈕啊 但是 等一下那個按鈕是什麼 八個按鈕 順便跟大家說一下 我身邊有一個皮革靴子 我是有去釣一下魚啦 結果釣了個魚之後 這個皮革靴子 就給我釣上來了 這蠻神奇的一件事情 這個皮革靴子呢 我們到時候可以來做 這個 這個就是送貨源 這個送貨源 我還不清楚他是怎麼運作的 不過可以把它做出來 看看吧 到時候 現在先把這個 升級過後的這個 守衛塔 也把它弄出來吧 在這裡的話呢 我想 山木來做好了 這邊我看 圍一圈嘛 上次看這個 合成表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這樣就是一個 送貨源的 這個 這個東西啦 可是這一個 盒子 他就叫做送貨源了 該不會他一擺出來 其實就是一個人了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 就厲害啊 真的 先試試看能不能用這個來搞定嗎 反正他那邊也還在蓋嘛 對不對 送貨源 看樣子送貨源 送貨源還是需要一個 營地的吧 好大喔 他這些東西怎麼動不動就要這麼大 而且他有道路了耶 他怎麼已經有道路了 我把他往上拉伸好 哇 而且他還有兩層這麼厚耶 為什麼後面的這些東西 動不動就是要兩層 或幾層 喔 我們只要使用最基本的木頭就行了 真的需要做的話呢 就是要做木頭的 太棒了 所以說 可以做的 到時候就要來研究一下說 這個送貨源到底是怎麼搞的 然後我們要來看一下 到最後這個是怎麼蓋出來 所以我們這個就先把他給插插掉 我們等這個 這個升級完畢吧 然後我們的礦工呢 已經在跟我要這個稿子 所以最好趕快把稿子給他好了 他已經把我上次給他的鐵鎬給挖壞了 所以我決定 不給他鐵鎬了 哈哈哈哈 我們還是下去看一下 因為他其實 他也沒挖到什麼需要用鐵鎬來挖的東西 然後把我給他的鐵鎬給挖爆了 欸欸欸他已經吃到等級二了 沒有關係 我們先順著他下來 我們已經開始聽到很多怪物的聲音了 不要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村民我相信他是安全的 喔是說我是不是應該把我身上的裝備 試著丟給他看看啊 他在挖礦感覺很危險耶 那他會穿嗎 他不會穿啊 他 他根本不會穿耶 為啥 太過分了 啊不過他這邊挖過去的話 這邊還有鐵 他到時候一定會把他給挖掉了 所以他應該還可以再挖到更多的鐵了 這樣我看起來感覺好像給他鐵鎬也沒問題 現在我我得拿 這個我自己先穿起來好了 我得要上樓去看一下了吧 走 現在這個保衛家園還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守衛塔我們能有第2個 啊不過問題來了 我們現在沒村民 我現在沒有沒有新的村民 然後我又不太想要說在蓋一個全新的房子出來的話 那我要新增村民就只能夠等這個升級了 不然就是可能還得再蓋一棟房子出來反正後面這邊其實也還有空間啦這一邊 但這邊是我想要用來種我的 其他的作物的 所以在這邊喔是這裡 他會進去 他剛剛是不是往那邊去了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呢看到沒有看到沒有 他現在連這一個他都可以去巡邏到了 就代表說他的整個 巡邏的範圍真的是變大變大變廣 OK的 但我真的覺得只有他一個人好像會很危險啊 是說晚上都睡過去的話就還沒有什麼關係啊 是說我這一把鑰匙的話 該怎麼辦 我已經把我的車氣置在外面了 這把鑰匙 已經配對過了 我要把它銷毀掉是不是 那這邊的話呢 有一個叫做這個送貨的這個應該算是 運輸車吧這個東西我想要把這個東西做出來他看有酸神有沒有 把這個做出來應該蠻不錯的我先試著 應該是做不出來吧但應該可以去打一點墨囊應該就可以了 這個收集墨囊能有多難呢是不是 他也釣魚哥 釣魚哥你不要 不要在意我我只是在這邊打墨魚收集墨囊而已你繼續釣你的魚 你不能釣一些墨魚上來嗎 釣魚哥也是 我看到他就覺得有點搞笑 是說我想要跟他一起陪他一起釣個魚好了啦看我會不會釣到一些奇怪的東西 我他還講話還是一樣那麼的跟槍有力啊 所以之前在沼澤那邊打到的這個 史萊姆球在這裡就有用了我想這裡還是就用史萊姆球來做吧 酸神比較容易可以做得出來的嘛 然後一樣就是做紅色的雖然我覺得 他到時候一定會再一次的變色這樣子 覺得蠻神奇的這樣所以兩個 這一個就出來了 這個我們先看一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長什麼樣 喔好大一量的感覺 看到沒有後面有這麼大的空間的話呢 彷彿就是要讓動物乘坐上來的所以 是怎麼讓動物乘坐上來是一回事啊我能不能重新陪隊啊 好像已經不行了意思是說 我這把鑰匙真的是已經報廢了嗎 啊管他的啦不是直接就在做一把全新的鑰匙不就好 是能消耗多少資源對不對 那個礦工在挖都已經 挖得差不多了所以這個已經是可以丟棄的鑰匙了吧 那個 車都已經被我給丟棄了所以那把鑰匙就丟了吧 我們來配對一下這把 好配對成功了我們就可以坐上這個 先發動一下引擎 這台車操控性 為什麼我覺得這台車操控性比之前那台還好 那各位知道我往這個方向來 就知道我想要幹嘛了對不對 之前那個 之前那個把我撞死的牛呢我打算先把他給撈上來 撈到這個上面來 等一下 把我撞死的那個是在哪裡是在這裡吧 而且我還在思考到底是怎麼樣才能夠讓他上來啊 我怎麼就把他給推動啊 可能是不是遠方那個對就是你 我相信就是你 我看看能不能就把他給抓過來然後 試著呢 給我過來給我過來 給我過來就對了過來就對了讓我吃點東西了 在他面前吃東西有沒有羨慕死他這樣子 你把這個打一下這附近我之前都沒有打到這邊的東西 那我印象中他是可以裝載動物上去啦 那牛什麼能不能上去我是不清楚啦 你把他拉過來他會不會直接上去好了啦 不會 不會還是說是 模組裡面的不會直接上來嗎 但是我可以牽著他就是了 我知道了 還要製作一個 一個鞭子在這裡 我們需要用鞭子來鞭測他們 但是我線只剩一根 OMG 他居然還去巡了那個農田 他真的 看著我們的設施他大概已經全部都可以巡過一遍了吧 呃這邊的住家還不知道行不行就是 等一下 這裡羊毛本來就可以變成線了呀 這裡 這裡已經可以了好嗎 所以我把一些羊毛直接變成線了 哇原來早就可以了 我這 這樣子的話 我有那個吧 我還有皮革吧 這身上還有的 所以我就可以做一個 編子出來 不過晚上到了 可以睡覺 現在睡覺應該是安全的吧 應該不會用 什麼遊戲崩潰之類的 大家聽著聲音 好狠啊 這個這個皮鞭甩的聲音真的是太可怕了 這邊有得到一個成就 那這個成就的話 是他釣魚釣到一定的數量 就就就就就OK了 那這裡的話使用方法 就是那台 那台運輸車上面能夠載的動物啊 就是你只要能夠用酸繩綁的動物 你都可以把他給載上去了 至少他那個什麼 他那個作者是這樣說的 只是不確定說其他模組裡面的行不行就是了 現在就是試試看的時候了 使用方法很簡單就是只要 抓住他對不對 對不對 我的車果然又變色啦 太神奇了 然後再抓了這個 好像是按右鍵嗎 按右鍵還是按左鍵 然後就會上來了 好像 他是上去了 但是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坐在了我的位置上啊 等一下他是不是 他怎麼搞的 他真的坐在了我的位置上了 他這個傢伙 我的酸繩呢 我酸成回來了 所以我再試一次好了 就是你了好不好 就是你了 給我到我的車後座去 怎麼酸不住 所以 左鍵打他的話 如果按左鍵是打到車子啊 左鍵是可以讓一個下來 所以是 右鍵讓其中一個上去 當然我自己也會上車就對了 然後左鍵可以叫他下來這樣子 你擠什麼擠 你擠什麼擠 你對我的車有什麼意見嗎 好所以我們再一次喔 這個打上去 然後就一個上去了嘛 我們再把他給抓 看看他會不會坐到那個車後座去喔 抓了這個然後點一下右鍵上去吧 看樣子沒有問題啊 他已經給我上來了 他乖乖的坐好看到了沒有 現在我們要上車 發動引擎 我們看一下是不是跟著我走就行了 沒有錯 哈哈哈哈 只是我現在還沒有把那個什麼牛圈給他蓋起來啊 也就是說呢 我們暫時沒有關係 暫時就讓他 哎唷唷我怕車摔到 我們暫時就讓他養在這個車後座好不好 沒有問題啊 這算是給他的一個懲罰 不過我還是對他很好 我帶了一個羊駝給他當朋友 等一下這邊怎麼 這邊我過不去了 這邊完全卡住了 那這邊下去的話會不會進水裡啊 好危險喔 那我們就先停在這邊就可以了 熄火我們再下來 但是我一下來之後 他居然就 真的變成他在操控我的車了啦 現在是羊駝在操控了 搞什麼鬼啊 我是真的想把他甩下來 用這個皮鞭讓他甩下來 左鍵甩一下就可以把他給甩下來了 但是 但是這個牛就會來串位了 所以你已經 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好不好 復仇成功了 哈哈 好了 那麼今天這一集的話呢 也就先在這邊結束了 我們把這個守衛塔弄起來 並且升到了等級2了嘛 接下來應該是要 再去尋找其他的材料啦 所以還要再去逛一逛地圖之類的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回再見囉 大家拜拜 拜拜 是說有了這個車之後 之後要來運送動物 應該就方便得多了 我可以把羊也運回來了 177 182 2 與 4 2